要靠自己而不要靠别人 别人给你的都是外来的东西 那都不保险 所以那一年达达达妈在 林口体育馆 他在那边讲的时候 我在讲五天的波罗薪金 才来了一半人多一点在听 要灌点那么多人去灌 那么多人来灌 门票都卖不够 可见我们众生都是依赖性的 依赖灌领 依赖别人来给我平安 依赖别人来让我富贵 而不是说我从佛法里面 了解以后让自己安心 所以这个地方 可见我们众生实在是很无奈 应该照佛法 照佛所说的应该说很愚痴 不好意思讲而已 佛所在阿含经里面都讲说 愚痴无稳凡乎 都是用这样的骂 这些弟子们 骂这些不听佛法 不照正法而行的人 叫做愚痴无稳凡乎 佛所不是口业 佛所不是在骂 那种恶心骂众生 他是在提醒众生 愚痴无稳凡乎 他不是骂人 那如果有听闻正法 有依照正法而行 能够成圣人 能够得解脱的 叫多闻圣弟子 听闻佛法以后想要求解脱的 这时候要不要靠灌顶 不用啦 佛法就像佛法水一样 从我的头顶灌进去 然后骗全身以后 就照这样去行 霸生道 这叫灌顶 不要黑白灌 灌到最低以后 海水倒灌 灌的人 他如果最业重的话 把你灌的 你满身负债看怎么办 以后还债还不完 没完没了 这种地方要非常非常的注意 所以我们 在看电视台的 红法的时候 你就知道 这个叫做灌顶 当然世界里面 众生的根系千差万倍 所以有的人 要靠那个 有的人就靠佛法的 伐水就够了 这个在达赖喇嘛里面 他那是在灵口体育馆 是很深刻的感受 所以他当场 就感慨的说那些话 这边 大师小法师 也是这样跟大家提醒 我不是达赖喇嘛 但是我是小法师就是了 所以在这边 我们来看看元旗法 给我们的妙用 那这个安心之法 也就是我们自信心从哪里来 我们众生对自己很没有自信 为什么 我们没有自信会觉得说 我长得不好看 所以对自己没信心 小时候父母 骂 打 责备 然后没信心 对不对 为什么会这样 我都不晓得对的 错的在哪里 那到最后父亲说一动 我做一动 母亲念一句 我才走一句 我最好说在墙角 做个隐形人 没有自信心 但是真正的自信心 要从哪里来 从元旗法 见到元旗法以后 你看阴眼乞丐 是不是很有自信心 本来他也没有自信心 他本来东西被人家抢走 他觉得人生乏味 但是他得到元旗法以后 他很有自信心 不仅会去帮助别人 不仅会去到场打扫 插插佛像 做做好事情 而且他碰到事情 都讲因缘 是不是充满着自信心 对吗 我们在人生里面 也是一样 你如果更深刻的体会的话 你会体会到 更深层的东西 我们在这边讲 都还是讲到表面而已 要讲深层的 你要个别情法 所以自信心从哪里来 从对元旗法的深刻的了解 认知体会 如此实践 第三个 我们在评论里面 也是大家会碰到问题 我们佛教是多讲苦 我们不是讲很久了吗 苦圣地讲苦 生老病死 爱别离苦 愿真会苦 求不得苦 五云真是很苦 你们佛教都讲苦 那你们佛教不是很消极吗 请问大家 佛教是消极还是积极 你听那么多苦 你一定想说佛教是消极 错了 佛教是最积极的 是不是此积功德会 做那么多才是最积极的 不是啦 不是从那个角度讲了 那不然从哪个地方讲 佛教是认识苦以后 也了解苦的因 是贪真是烦恼 造业才感召这么多苦了 那既然有这个因果关系 我是不是不要做恶 断恶修散 断恶修散以后 能够去行八正道 那有解脱的因 以后解脱的果 是不是很积极 断自己的烦恼 那做菩萨 做菩萨积极的去行菩萨道 以后可以成佛救度众生 这样佛教是积极还是消极 当然是积极的 绝对是积极的 不是消极的 所以有的人对佛教认为 佛教是消极的 错啦 佛教是最积极的 超过世间里面所有的宗教 或者世间所有的慈善团体 那我们如果有钱帮助别人 对有些人是做不到 但对台湾来讲 很多人做得到 对不对 帮助一百块一千块 还可以做到 但是人家瞪我一眼 我不生气 做得到吗 好像比较难 这个比较难 那一个小姐跟你一个手指头勾 你不跟他去吗 你心不动吗 他跟你田野蜜蜜 跟你花眼巧语 你不动心吗 那才怪 所以这个地方 是我们要内修的 我们要内修的 这个很重要 那要修这个 不修这个的话 这是 极生起以后要受苦 那这样的状况之下 你面对这种苦极 贪爱称慧升起了以后 跟人家恶口打架 然后追逐女孩子 追逐名利去照月轮回 你要不要积极断恶修缮 求解脱 我当然要了 那菩萨的交众生 从这个地方解脱出来 那个菩萨不是很伟大吗 有没有胜过布施 当然胜过布施了 但你发现 这个地方比较难 克制自己的欲望 克制自己的冲动 然后还要修订 要会观 观世帝十六形象 这个是不是比较难 太难 但是好的开始 就是成功了一半 所以我们是不是很积极 太好了 佛教太积极 非常积极 有人讲佛教都只有讲说因缘 对啊 就是要看因缘 如果不讲因缘 你看有的宗教 两个人骑着脚踏车 到处去跑 他第一个他很累 第二个人家觉得 这个像推销员来了 这个推销员来了 赶快门关起来 然后在公寓大楼 就推一个告示 此处 拒绝推销员来推销东西 所以佛教讲因缘 你要善观因缘 才能够度众生 不仅善观外在因缘 而且能够善观内在的 根性因缘 这个才是重点 佛法的殊胜 美妙 唯妙 无上甚深唯妙法 是这样来的 所以佛教 在善七道品里面 还有六婆罗命里面的精进 通通有 四正琴就是精进 四正琴就精进 那五根也有精进根 五立有精进立 七角子里面有精进角子 八正道里面有八正精进 六婆罗命里面有精进婆罗命 还没有精进吗 非常非常精进 所以在阿含经里面讲 六立品 阿含经正义阿含里面讲 六立品里面讲 小儿以提枯为例 国王以傲慢为例 女人以称谓为例 沙门以忍为例 阿罗安以精进为例 如来以大慈悲为例 你看 要成阿罗安要精进 何况佛斗是 大慈悲之下也是要精进 不放异 这个才会成就 所以佛法里面 保证是精进的 所以 那个是非常非常积极的 我们不要 不要人家在讲 大事法是你在讲苦苦苦 然后你们都是很消极 才不是 真的认识苦以后就会静进 会离苦得乐 求解脱 第四个佛教是乐观 或是悲观 刚刚不是讲苦吗 那是悲观吗 不是 悲观的人 是不知道因果的人 才会悲观 对不对 我们在现在 尤其现在这个时代不景气 还是说什么 信用扩张 钱花过头 是不是很多人悲观 那些悲观的人 有没有相信因果 自杀的人 有没有相信因果 才没有相信因果 相信因果人 不会去自杀 相信因果人 他会去 努力 对外在来讲 努力工作赚钱 对内在来讲 他会起慈心 会守戒 会去布施 这样的人 他是建立在哪里 建立在因果关系 他是不是乐观 你断恶修缮 利益别人 自己内心快乐 对吗 所以佛法要懂 奉献诸位 多闻圣地子 我们懂佛法以后 我们要把这些佛法的 正确的观念之间 推广出去 让所有的 一切的人 一切的众生 都能够听到佛法以后 而智慧大开 而能够安心的 在人间 然后行八正道 甚至能够行菩萨道 成我度众生 我们就不会 惶惶恐恐 日子过得很难过 那你平常会怎么样 少欲知足吗 会信用扩张吗 不会信用扩张 我们这些多闻圣地子 有没有人去弄现金卡了 不用 不用拿什么现金卡 你拿现金卡就被卡住了 不要去弄那些 对不起 这些银行 银行的大老板 不要怪我 我只是照佛法讲而已 要少欲知足 为什么能够这样 因为我们根据元期法 深刻的了解 所以这是我们要讲 元期法要深的去 非常非常注意的 第五个 我们讲中道正法 元期法告诉我们 中道正法是什么 那根据我们以前在讲 元期正法的 无价的保障那里 我们已经先跟大家讲了 有业亦有果 无作业果者 此地盛生 是法佛所说 虽空亦不断 相续亦不常 罪福亦不失 如是法佛说 这是中道正法 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绝对不会去 求审问普 我们对自己 有信心是建立在 元期正法里面 那你真的了解的人 师父跟你讲 做错事情 你会不会去遵循 不会吗 因为以前有跟大家讲 佛陀跟签令的 富翁长者 度了他以后 他受戒不失以后 讲正法 听正法以后 正到法眼镜以后 可这些魔王出现了 变成佛斗的身形 来跟他讲 我昨天跟你讲的 那个法都是错的 那是斜见 你要舍掉 德法眼镜的这个富翁长者 一看 这个人身的形状是像佛 但是他讲的话不是佛法 我不要听他的 乱七八糟乱讲 真的见法的 德法眼镜的 多人圣地子 他相信法了 他不用再依靠人 包括佛来跟他讲 非法的话 他也都不会信 他讲的是正法 他就会信 但是他的信是建立在 他对法的了解 深信 所以我们对元期法 真的要非常非常的深信 要真的好好讲 我们在这边跟大家讲 你就要回去好好体会 不要白白的空过这个法 那为什么花这么多时间 跟大家讲 因为我们这样才会真的了解 那所以我们以前讲 尊佑论 有个上帝创造了我 错啦 是因缘生因缘灭 是我们烦恼造业 感召现在的业报生 那如果现在再继续烦恼造业 又感到来世的业报 可能是六道里面哪一道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你会相信 有上帝创造你吗 当然不会的 那有没有作业的人 没有 缘体正法里面告诉我们这些 先讲这些重点关键 那是什么造业 是烦恼造业 不是我在造业 是谁在受苦 是业生起苦果 里面没有个人 是因缘生因缘妹 就这样相续下去 他又是相续的 那现在是谁在讲话 是这个五蕴和合 假名叫大事法日 是谁在听法 是五蕴和合的你 假名叫做谁 这样而已吗 你这样了解 才不会只取一个自我 有我有你 这是极地里面的 自法生爱 他法生会 你不要爱上大事法师 你听法恭敬就好 不要染灼心 这样 不是我的大事法师 不要用这种心态 有我的大事法师 结合你的某某人 两个对立 这样不好 所以尊佑造也不对 宿命造也不对 无音造也不对 这个是我们已经讲过了 宿命造什么都是过去生决定了 现在不用努力了 那当然不用玩 不用修了嘛 那个是宿命造是不对的 是一切都是因缘生 一切都是不同因缘会产生不同结果 这个地方曾经跟大家分享 有一个俱乐组 有一个村长 里长 去见佛陀的时候 跟佛陀说 我的村里面有一个年少的少年 他知道天文地理 他说 什么事情会成功就会成功 什么事情会败坏就会败坏 什么事情有就会有 什么事情没有就没有 讲得很准 佛陀说 先不讲他知道天文地理足性这些 先把这个方向 然后我问你 色受想行是这些东西 有个自我吗 还是他会随着因缘改变 对啊 他随着因缘改变 没有个自我 没有个种 无种的 那这样的话 你说有一定会有 你说没有一定会没有 这样能成立吗 有也是因缘生 没有也是因缘妹 也是缘生缘妹 既然谁缘生缘妹 还有一个 一定有一定没有吗 对哦 那这个色受想行是 是不是一定会坏的 对一定会坏 那这样的话你说 他一定会成吗 成必然一定成吗 不会坏吗 对哦 那这我这个年少少年 年轻人说错了 如然你讲才对 哇 听到如来说法 我的心好像 从黑暗当中点了一盏光明的灯 非常非常亮 感谢活动 我好像一个瞎子突然间开眼啊 好像不知道路的人 给我只是一条明路 你看 所以这种正法的妙用 大家都看阿恩经 看不懂再问我 好这个是宿命照 无因照呢 我们以前讲过了 无因照 沙阳升天 那个叫无因照 因为因果不正确吗 他认为善因没有善果 他叫做无因照 那这个也是错的 缘起正法里面讲 有业亦有果 只是无作业果者而已 指第一声声 是法佛所说 我们念起来很简单 佛斗是花了多少的恩 是他才得到这个法的 我们怎么可以轻轻松松就这样 随便跟他看过了丢到了 你看的节目跟DVD 不要随便丢了 要慎重的保存爱惜 好好听 做笔记 好第七个 什么叫自一子 法一子 一子 第六个什么叫中道修行 我们讲中道叫什么 法正道叫中道 那什么叫邪道 邪道就是欲乐行 在五一六成里面打滚 觉得会解脱的 那是最快的 那叫邪道 还有另外一种邪道 就是接近起见里面的苦行 对不对 那种苦行 会得解脱 会消醉 到恒河里面洗澡 会消醉的 然后会得解脱的 那才怪 佛斗讲 如果 在恒河里面洗澡 会消除醉业 而得解脱的 那里面的鱼 虾子 那些浓腑 不是早就解脱了吗 那在那边晒太阳 流汗 那那些农夫不是早就解脱了吗 那些牛早就解脱了吗 对不对 冰天雪地里面在那边洞就会得解脱了吗 那契儿为什么要跳 跳那个冰河自杀 对不对 那这个苦行 也是写见 所以我们知道 中道修行里面是离欲 热行 离苦行的借进起见 然后怎么做 照八正道这样下去走 这个才是中道修行 我们刚才讲 中道的正见 是离开 无音照 还有宿命照 尊佑照 我们离开这个 而走正见缘起 此有故彼有 此生故彼生 此无故彼无 此妹故彼妹 我们走这个中道 那个一切都是因缘所生 因缘妹 那不在于欲热行跟苦行 而走在八正道里面 戒定会解脱解脱之见 这样上去的 这个很重要 所以佛陀 平常里面到临终的 不是临终 在内盘的 之前 佛陀千交代万交代 都教到我们要 自一子 法一子 末一一子 什么叫自一子 一子看自己 不要看别人的缺点 不要看大事实的缺点 看自己的缺点 不是看电视里面 这个大事法是 看自己 我这比自己 就是你也要比你自己 五个指头通通指自己 看自己的缺点以后 那个自一子 然后心放在自己 这个五蕴身心上面 叫自一子 法一子 一子四年处 观身受心法 观身不尽 观受是苦 观心无常 观好无我 为什么 我们很爱身体 结果你发现身体是不亲近的 那没有什么好爱的 观受是苦 本来以为那个快乐 很实在 结果你看到那个快乐 也会生命 也会苦 快乐留不住 叫做爱别你苦 碰到苦的时候很苦 那你会怨真会苦 那在不苦不乐的时候 又会落入鱼翅 那这不是观受是苦吗 所以 这个观受是苦 观心无常 本来那个心以为这个我的心 那么实在的心 哇 不见了 对不对 生生妹妹嘛 观法无我 以为这个其他的心 都很有自我的 存在在哪个地方 能够自我操纵 结果操纵不了 它没有属于谁的 属于因缘 所以在这个地方 就会发现 那个 中道修行里面 我们的法一子 是一子四年处 那末一一子 你也不要依赖任了一个人 也不要依偎财色名利 也不要依赖谁 都不要 为什么佛陀后面 本来讲自一子 法一子就好了 为什么还要讲末一一子 太重要了 因为众生的习性 就是要一子外进 靠别人来肯定我 靠别人来赞叹我 让我能够过得快乐一点 那你不是很颠倒 那修行人 有师父来跟我加指就好了 我就OK了 我一切还好就没有了 我就日子好过了 那叫做义一子 这个佛陀有交代 佛陀交代说 如果我们依人修行的话 这个人如果他犯戒被生短病出去的时候 你以后就不会亲近道场 就不会见法 不会见生 也不会见佛 不会礼佛 见生 闻法 都不会了 因为你所亲近这个人 他犯戒被病出去了 那如果他犯戒被在一个区域关起来 你见不到他的时候 你也不想去见佛 见生 也不会去请法 那你就失去见佛文法机位 那如果这个人 他远游到他方去 你就不愿意在文法 不愿意在见生 那你还不是一样失去 那个功德 文法功德 修行的功德 那如果 这个 你说这个 亲近了这个人 你说依止这个人 他哪一天 那个 他舍戒还属了 他舍戒还属了 那你觉得 我所亲近这个人 他已经舍戒还属 我也不要亲近三宝了 那你不是没有文法的功德 没有修行的功德 或者说这个人死了 那你就不要再亲近三宝 也没有文法 那你不是 失去很多功德 这五种状况 是我们依人的过犯 那如果这个人 跟你鼓励 跟你肯定 跟你赞叹 你就陶醉在其中 哇 师父好喜欢我 好疼我 把我当宝贝 那我跟着他一辈子 谁先走 你都爱别利口 没有 不要依人 依法 所以佛走千交代万交代 这个法是一念处 从四念处好好下手 那关自己五蕴神星 现在关四念处 所以要自一子 法一子 末一子 为什么要这样 从元气法去深刻了解 好 这是第七个 第八个 我们平常里面是说 人死了以后 灵魂是不是往生 到下一辈子都没有变 灵魂不变的灵魂 往生到下一辈子 这是我们平常里面的概念 或者说 我们换到下一辈子 换个身体 换个房子住而已吗 也没怎么样啊 是不是内心的 内在的那个是个 不变的灵魂存在着 错啦 色受想形式 都是因缘生妹啊 色也是因缘生 也是因缘妹 受也是因缘生因缘妹 想也是因缘生因缘妹 行也是因缘生因缘妹 事也是因缘生因缘妹 里面没有一个自我 没有一个不变 长衡的灵魂心事存在 要不想问你 色受想形式这五个 哪一个是灵魂 身体绝对不是灵魂嘛 感受是灵魂嘛 想象是灵魂嘛 意志是灵魂嘛 好像是哦 是 是灵魂嘛 心是灵魂嘛 有没有两个灵魂 不会嘛 那两个都是生生妹妹 都无常生妹 我们在讲认清自己的 那个里面 是不是色 是不是四大所成 所以他们有个自主的色运嘛 感受是不是六根六成六四处 生起的苦乐不苦不乐也是因缘生妹嘛 响韵是不是也是六根六成六四处之下生起的响 小响大响无量响无所有响 他也是因缘生妹嘛 行韵是不是很多新手 对嘛 处作业受响之外的 除了受跟响之外的 很多的很多很多新手都是生生妹妹的 是我们讲六四 眼是耳是彼是神是真是 乃至我们讲莫那是或者是阿赖也是 都是因缘生妹因缘生妹的 哪一个是灵魂 没有一个灵魂 为什么我们能够了解到这么详细 从元七法这样观 深入的观法思维 所以没有一个灵魂存在 那是谁去投生到下一辈子 是烦恼而在生生妹妹的心当中 去执起那个为时有 常乐我精的一个我 把心事执为常乐我精的我 那在业力的推动之下 去下一辈子 如果是人的话就附金母血 然后入胎 就下一个 又是下一个火队就 啵就烧起来 好惨 所以这个地方没有不变灵魂 是众生颠倒认为有不变的灵魂 所以才这样沦回来沦回去 为了这个不变灵魂而造业 好 第九个 我们已经知道灭帝的阿罗汉 阿罗汉死了以后是不是通通没有了 阿罗汉命中以后虐盘了之后 是不是通通没有了 可能你会认为这样 你听了前两集 前三集 你可能会这样想 但是佛时代的比丘们 也有人这样想的 叫做燕摩加比丘 燕摩加比丘他这样想 其他的比丘就跟他讲 你不要有这种邪见 你这种邪见是不对的 你要舍掉 然后这些比丘们去跟四六尊子讲 四六尊子就跟他开示 开示以后他真的舍掉邪见 阿罗汉命中的时候是怎么样 阿罗汉命中我们知道 上几次我们讲 一堆火堆烧起来 另外一堆木材在那边 火堆当他熄灭的时候 有没有在引火星过来 没有 这时候火堆灰烬也风一吹就没了 有没有烧一个 没有 那这个地方是什么 是空 这种空的状态 你说他有吗 当然不是有 因为有灰烬有火都没有 你说他都没有 假如他放木材 还有火跟他一点的话 会不会烧起来 但是问题是他没有火可以烧木材 所以他不会烧起来 他这样是有还是没有 非有非五 阿罗汉是这种境界 非五非五 非有非五对不对 所以我们是不是念那个记 虽空亦不断 阿罗汉是空 但是他没有断命 不是通通绝对没有 他虽空亦不断 但是众生 众生是不是长恒的一个灵魂 没有 是相续亦不长 那在相续亦不长当中 罪福因果罪福 做善有福 做恶有罪 在未来记里面 这样轮回里面 因罪福都不会失去了 所以虽空亦不断 相续亦不长 罪福亦不失 如是法佛说 这是阿罗汉的状况 那在阿罗汉经里面 又讲到 有一个叫做虚身比丘 虚身比丘 他是在佛时代里面是外道 那因为佛陀很会说法 善观因缘 而且佛陀有他的实力 是无所谓 是无爱之 十八不共法 大识大悲 一切种制 所以佛陀能够 观众生的因缘 能不能度而度 没有度的众效得度一员 像我们就众效得度一员 佛时代很多人都得度 很多外道也被度 然后很多护法 国王 长者 也都是在父子佛陀 说外道没有什么供养 嫉妒 那怎么办 毁谤的也照样被佛降虎 不接受降虎的逃掉了 因为狮子一猴 其他的野兽都能跑掉 被降虎 那这时候 外道就派一个很聪明的虚生 比丘 虚生来 就交代他说 你去学法 学了以后回来 好了 来我们这边弘扬 那很多人就来复制我们 他们都不晓得佛陀的法 是要修行用的 佛陀的法不是做学问的 不是研究学问说我学的多少 我可以去吸引很多人来护制我 来供养我 不是啊 佛陀法是你文法以后就这样内观 一修断烦恼都解脱 所以虚生这个时候他听到大家 外道派他去亲近佛陀 他也真的去啊 为了他的外道去兴盛 去道法 去了以后他问比丘们 去了半个月问比丘们 你们 有没有 证到出 有没有修到出禅 没有 二禅没有 三禅没有 四禅也没有 那你们说你们都已经不受后友 不再轮回了 那你们怎么可以怎样成立呢 那这比丘们就跟他讲我们是会解脱啊 他听不懂 会解脱怎么会 怎么没有得出禅二禅三禅四禅 我们上次讲过嘛 会解脱其实是未制定或者出禅二禅三禅四禅 或者是出禅跟二禅之间的中间禅 然后他去问佛陀 佛陀讲你先得法助治后得虐盘治啊 然后佛陀就跟他讲元七法 一讲这个虐身笔就是得法眼镜了 他会不会再回去外道那边去讲 跟他讲元七法得到供养 不会 他从内观元七法以后 他得法眼镜 从此诸臣构销 很快他就证阿罗汉 就是佛法就这么妙 就元七法这么好 我们下一次再来讲元七法 希望能够像虐身尊者这样 好吗 佛陀佛 我们上一次讲到的 到圣地里面的 因缘乞丐 他在受到种种的苦的时候 他终于碰到一个有智慧的老和尚 老和尚教他元七法 从元七法里面 他悟到了 所以他平常碰到什么事情 都只有讲因缘两个字 人家叫他因缘乞丐 那他所悟到的 在佛法里面的名词叫做 见元起即是见法 见法即是见元起 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 这个对 那有时候讲元起即是见法 见法即是见佛 这个用词有不同 不过意思是一样的 那这里面的意思 元七法里面告诉我们 元起里面有元起的流转 那也有讲元起的环昧 那元起的流转跟环昧当中 是见不到一个真实的自我的 那在没有真实的自我当中 一切法只是因缘生 因缘妹 是无免烦恼造业 而生起五蕴身心 那在五蕴身心当中 又是无免烦恼又造业 造业又生起五蕴身心 那生生世世当中这样的流转 那如果能够知道这个 又从这当中不再无民 不再烦恼 就没有造业 没有造业就不会生起五蕴四肩 那这样的环昧 那就得解脱 那是谁解脱 没有谁解脱 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 那这里面我们今天要讲详细 详细的情形 那所以我们上次也提到的虚身道法 虚身比丘他在外道的怂恿之下 他去学法 希望能够托得佛陀的法 去外道里面弘扬 来得到一些弥文立养 得到一些供养 结果一入佛法大海 融入佛法大海里面以后 在法中得到法眼镜 去除了数世以来无量无边的成购 所以得到亲近 在这么亲近之下 他真正的是一个多稳圣地子 不再是外道的愚痴无稳凡夫 真的是太好了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外道虚身 他跟佛陀忏悔 忏悔他是为了道法而来 为了托佛的法而来出家 如果是为了托佛陀的法而出家的 没有忏悔的话 没有建法的 这个罪过无量无边 以后下地狱去没有完没了 所以虚身虽然得法眼镜 但是他知道因果关系 假如不忏悔的话 也没办法争择 在法上受益 所以他跟佛陀忏悔 接受佛陀的指导 接受佛陀教法 所以佛陀很肯定他 能够忏悔清静 能够文法修行正阿罕 这是虚身比丘的情况 那我们来看看佛陀教他 你要先得法助治 后得虐盘治 那法助治就是我们讲 缘起正法的流转门 我们要知道是众生怎么生死流转了 缘起的法媒们众生 如果知道的话 怎么样能够法媒解脱 那这个时候先得法助治 后得虐盘治 那得法眼镜以后 这个时候再熄灭 贪嗔痴种种的无免烦恼 那得究竟解脱 那是虐盘治 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智慧 好 那我们现在 在缘起法里面 也同时是看到佛陀 他在成果的过程里面 他思维这十二因缘 他怎么思维的 这是在长阿罕 中阿罕 正义阿罕 长阿罕里面 通通有提到这个缘起法 所以思阿罕里面 都是一样非常重要的 那佛陀的思维跟我们在 平常佛学课本里面 所教的是不一样的 平常所写的佛学课本里面 他已经把它学术化了 整理过的 所以他没办法照佛陀 最原始的思维 正法怎么思维 他没有这样的一个理路 所以现在大家有缘 在这边听到 缘起法佛陀思维的理路 我只是照佛陀所思维的 原原本本把它搬出来 给大家而已 这不是我的法 这是如来的缘起正法 那佛陀怎么思维 佛陀想 一切众生皆有老 病 死 会生 会老 会病 会死 死的时候当然是 身体越来越冷 这个我们如果有经验的话 过去式的经验我们已经忘了 我们现在如果所见到的众生的状况 身体越来越冷 好像火大就越来越 越轻越薄 所以他越来越冷 那这个身体的 受命将结束的时候的样子 我们可以感觉出来 死相要现前 那这个神是越来越弥灭 没法做主 所以这个受卵是三个 已经快没了 这个时候接近死亡 所以你看看如果一般的人 他在死亡的过程当中 他是这种情形 那在死亡的过程那么苦 而且要跟所有的亲人 家人所爱的东西 能够在分离之下 那种爱别离苦 其实也是非常苦的 他这个时候的生苦跟辛苦 事实上非常的苦 所以佛陀他要成道之前 他思维到这个死 这个死这么苦 那你看到老人 老人他拿着拐杖走路 老人的头发掉了 掉到那个头顶通通光秃秃的 那头发也白了 头发白头顶秃 牙齿掉 脸皮 身体的皮肤都松垮垮的 那眼跟老花 那舌头的味道已经变了 不那么敏锐了 身体接触也越来越迟钝了 那记忆力越来越差 讲话都在讲过去 已经没有未来了 那看到这么老的状况之下 弯腰头背了 年轻人走一步 他要走好几步才走得过去 看他这样老 是什么原因才会这么老 那个佛陀要成道之前 这样思维 然后再看到病人 病人躺在病床上 在那边哀嚎生吟 为什么会这么病 那我们在四圣地里面 我们已经有所了解 在苦圣地跟吉圣地 我们已经稍微已经说一下说明 所以我们在这边 我们直接照十二因缘讲 当佛陀看到老病死的 这些种种状况 他这个时候 速速的智慧升起以后 他知道原因在哪里 如果是我们众生 所知道的原因是什么 死是什么 的原因 我们众生会以为吃错药 医生没有跟我医好 还是发生意外 把这些责任 通通归到这个地方来 那为什么会生病 因为天气冷 衣服没有穿 还是营养不良 我们众生都是在这种 有违法上面这样思维的 那佛陀他当时 不是这样思维 他思维到一个根本的原因 在哪里 根本的原因 就是有生 因为生 生在这个世间 所以一定要老病死 有生必有老 必有病 必有死 这个问题 我们在这边讲 你在那边听 好像觉得很简单 事实上这件事情 众生就搞不清楚了 曾经有一次我在 埔里的一个医生那里 这个医生他当然医很多病人 那他也知道病人还有众生的状况 所以他就问了我们六个人 我们六个人去见那个医生 医生就问说你怕怕死 那我们其中一个就会说怕 当然怕死 问第二个也说怕死 第三个也说怕死 第四个就问到师父 我跟他讲 我怕生 他很生气 为什么他很生气 自法生爱 他法生慧 为什么他觉得 每一个回答说怕死人 是跟他的意见相符合的 是符合他所预期的意见 所以他很高兴 每一个人回答都符合他的意思 所以他一二三 通通符合他的意思 怕死了 所以他很高兴 那只有师父回答 怕死生而不是怕死 这个跟他的意见不一样 所以他很生气 开始骂我 有的人造业都自己不晓得 何因何人在造业 所以自法生爱他法生慧 这是众生的流转门里面的原因 根本原因 这是我们已经讲到 集圣地里面了 所以你可以看看 医生都搞不清楚 为什么众生会老病死 人医生都不晓得 所以如果现在有医生在看 这个节目的话 你会从佛祖这边学到智慧 当然照顾病人福田第一 医生有医的能够医治病人福田第一 但是智慧唯有从如来这边来 福慧我们分清楚以后 你知道这个医生也要求解脱 很多医生在看病人的时候 看到自己也生病 为什么这样 看到很多病人疏苦 还有精神上的身体上 他也把这些身心的病 染在自己身上 所以受不了 受不了怎么办 他以灭止声 他到外国去溜达溜达 接着环境来散心 有用吗 这个是以灭止声 就好像拿止痛药 稍微止痛一下 止那个身心的痛 没有真正解决根本问题 那不生子不昧 那怎么样不生子不昧 就在我们元期法说 所以医生也要看医生 医生到这边病人 那这个根本原因 从来没有医生回答说 是因为有生才有老病死 事实上出现在我们世间都是这样的 只是我们没有那个慧眼去看清楚 没有真的照见这个事情 那也因为这样所以才需要佛陀 来到这个世间跟我们讲 如果我们众生能够看到这件事情的话 这个法的话 佛陀就不用出事了 那既然有生就有老死 那这样的话 我们一定会探讨到 生 生在哪里 生在六道啊 三界嘛 在我们这个地方 人间 我们所处的叫做欲界 以前我们在佛教的宇宙观里面 我们已经讲得很清楚 我们这个欲界里面都在五欲里面 射声香味处 这五欲里面 才射明是声音音乐风景 在这个地方我们众生是 跟欲望相应的叫做欲界 那当然地狱二鬼出生 阿修罗还有欲界天 都叫做欲界 到色界天 就叫做色界 无色界天 就是无色界 不管是欲界 色界 无色界 通通面对老病死 虽然色界 他看不出什么病 不过在最后临终的时候 五衰向现前 一样他还是苦啊 无色界虽然没有这些 身体的造成的五衰向 但是他在心事变化的时候 无常变化的时候 他还是一样会死亡 从无色界天堕落下来 所以众生在三界六道里面 照样是面对无常了 所以会有生就有死 那佛陀他成道之前 他又继续思维 那何阴何缘会有生 那生的缘是什么 生的缘 各位知道吗 我们现在先想看看 结果佛陀思维到了 原来生的缘是有业 那在十二音乐里面 他的名字叫做有 那在这个因为有而缘起生 有缘生 那刚刚已经讲到 欲界、色界、无色界 生在这三个地方 那有 这个业有就变成三种业 不同的业而感召 这三界的有 有生 所以 什么是欲有、色有、无色有 欲有感召欲界的生 色有感召色界生 无色有感召无色界的生 那欲有 这个业是有哪一些 如果是有 平常有在布施、慈界的 这个 会生在人间跟欲界天 那如果是千滩、饭界的 他就生在地狱道、恶鬼道、出生道 这叫做欲界的业 业有 那生就生在这个 欲界的人、天 还有三的道 那色界呢 色界怎么生 是因为色有 色有除了要在人间里面 持戒之外 还要能够修 慈悲喜舌、修禅定 能够修初禅、二禅、三禅的 色有、色界的业 才能够原生到色界天 初禅天、二禅天、三禅天、四禅天去 那如果佳修到空 无边修定、四五边修定、五色有修定 非有想、非有无想修定的时候 这个 无色界的业、无色有 这时候又会生到无色界天去 原来是因为 三界的业友 所以生到三界去 但是生到三界去 毕竟还是 会面对死亡这件事情 原来是这样的因果关系 好 那 这样的我先从 后往前推 再从前至到后 前后的关系 老病死是因为生的关系 生是因为有的关系 那因为有所以有生 因为生所以有老病死 各位多文圣弟子 听到这边的时候 你如果这样跟着师父这样思维的话 你会升起智慧的 平常我们听闻正法没有在正思维 所以智慧都升不起来 你如果跟着我这样思维 我是跟着佛祖这样思维 所以我们等于都是跟着佛祖这样思维的时候 你会体会到甚深的智慧出来 我们平常生活里面 你有没有这样想过 为什么我会来到高雄 到高雄不管快乐痛苦 为什么我会来到高雄 然后你就推他的因 他的因是因为要录影 因为要录影所以来到高雄 那为什么要来录影 因为要弘法立生 弘法报佛恩 所以因为这个发心 所以来到高雄录影 因为来录影所以现在在高雄 在电视台这样 这个推这样因果关系是一种智慧 这是很重要的 我们在生活里面 要常常能够这样推因果关系出来 能够推因果关系的人 才有那份智慧运用在一切处 所以聪明人有智慧的人 就能够从这个地方举一反三 闻一之时 如果到现在还不能这样推的话 要多加强 要不然就还是变成愚痴无稳反乎 这是非常重要的 好 那我们再继续 十二因缘里面的 这个业友 三界的业友 是什么因缘才会生起这个三界的业友 那三界的业友 将在往前推 是什么 原来是有这所直取 有所直取以后才会生在三界的业友 生出三界的业友 这么奇妙 那对于什么的直取才会生在三界 有三界的业友 这种因出来才会生为三界 然后再又面对老病死 原来这个直取里面又有很多种 一种叫愚痴 第二种叫见痴 第三种叫接近痴 第四种叫围痴 非常非常的维系 对不对 当然是非常维系 好 愚痴 见痴 接近痴 围痴 什么叫愚痴 愚痴就是直取无欲 比如说对现在的直取无欲 现在对银行的钱有所直取 那希望能够马上得到银行的钱 直接去抢银行的话 这样是不是种下三界的业 三界里面的玉界 而且是地狱道 恶鬼道 畜生道 这三个恶道里面的业 业友 对不对 也就是玉友 那以后生在哪里 生到地狱 恶鬼 畜生 那在地狱 恶鬼 畜生 又受更多更多的苦 这个就是欲取圆欲友 欲友又圆生 生又圆老死 是不是很清楚 那如果生仁天的是怎么办呢 生仁天的是知道银行那么有钱 看到台湾的企业家 还是当院长总统的 还是想到天上的天人的快乐 那这样的话 想要直取做人生天的富贵 这样的话想 我是有一个因果正见的人 我要开始布施慈戒 那为了做人生天 布施慈戒 这身占人一些苦没关系 那这时候种下的是什么 业友 还是仁天的欲界的业友 好 这样的 因为对于 来世的人天 的这种五欲之乐的直取 所以照下布施慈戒的业友的业因 下一生是不是伸到仁天去 对啊 那再伸到仁天去 还是要面对老病死 对不对 对 好 这是 从育友这边来说的 在育友的原因是育取 那色友呢 色友有一些情形 育友色友都会有一些状况 它的原因你看 在取里面有剑取 剑取里面 我们以前在集圣地里面 曾经提到的 众生的颠倒里面认为 虐盘论 认为极乐这种虐盘 是在哪里 有的说在 人间的五欲之乐 那是虐盘 有的是说在 欲界天 那种乐 也是虐盘 有的说是初禅天 有的说二禅天 有的说三禅天 有的说四禅天 这种叫虐盘 所以这种 剑取剑 非果即果的这种剑取剑 它这样的直取之下 它是不是 会种下 不思识界的 希望得到仁天 这种虐盘乐 的因 跟果的关系 对嘛 所以就会有育友 那 觉得说初禅天 二禅天 三禅天是极乐的话 这种剑取剑之下 它 又会种下修禅定 希望能够得到 未来是里面的射友 跟生到射界天去 所以这个是剑取剑的 一种直取 剑取剑里面 非虐盘 认为是虐盘 就是把仁天 还有初禅天 二禅天 三禅天 四禅天 当成是极乐 是最热的虐盘 所以 开始有不思慈戒 乃至于修禅定 初禅 二禅 三禅 四禅 又到最后生到 御戒 射戒 这样以后 还是以后面对老病死 对不对 对 是这样 好 那 第三种取是什么 接近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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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以前 也跟大家提到 即圣地里面的接近取件 也是在这里面讲出来 那众生在 这个地方 认为 欲乐型 是不会解脱 所以他认为 苦型的接近取件 这个是可以解脱的 所以 在接近取件里面 非因即因 认为苦型 吃牛份 晒太阳 还有一只脚 顶着 那个 站在地上 这样吃苦 还是在冰天雪地里面 握在冰床里 还是在那边 经过火烤 不管用什么方式 他都是认为这些因 会得到解脱 会消除罪业 所以非因即因 这个是接近取件 这样的接近取件 它以后 升到哪里 会不会升到人天 社界天 无社界天 不会 接近取件的人 他是升到三二道去的 因为鱼翅的关系 鱼翅者 堕落地域跟堕落处升到 这两个地方 所以接近取件者 他升到 造的是算育友 三二道的育友 然后升到三二道 以后还是在三二道里面 面对老病死 是不是很可怕 当然很可怕 好 那第四种曲是什么 我语曲 众生 都是把自己 认为的 出处的直曲 那对自己所说的